我的名字叫陆文月 我做律师是整整25年了 为华人服务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愿 那么我的服务范围比重 有移民 有刑事 民事 公司 遗族遗产 包含相当多的法律领域 没有优势也没有律势 这个讲不好 这还要看运作如何 但是一般来说 它是一个天平称 大家都是公平的 这个谁抽到了 运气好一些 谁抽不到 这也没话说 这个名额是跟去年一样 6万5一般的名额 还有2万是给研究生以上的名额 一共8万5 在90年代曾经增加到18万 那么18万没几年 过来就没有了 因为美国人的饭碗 被外国专业的人夺走太多了 所以美国不愿意增加 当然8万5元也不够 过去都是抽签的 今年还是要抽签一样 那么能够得到的 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肯定是超过这个 肯定是不到二分之一 那其中以印度人为主体 我们中国人其次 所以印度人啊 这个得到H1比相当多 因为尤其在贵谷那边大公司 他们是几十个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在申请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几十个申请石油 几千个大概不拿会 这个现在高科技 美国来说还是印度人啊 占优势 那么印度人的这个 优率水平也蛮高 当然你看到这个 硅谷的很多公司 这个总经理都换成了印度人了 这些印度的老板啊 对于他们同胞的H1比 是很关注的 他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 进入他们公司 当然印度人做老板 欢迎的当然是自己印度人 我们华人没有这方面的略识 但是呢 要申请的要尽快 现在已经到了二月下去了 要赶紧找律师去申请了